蘇媽媽在線 蘇媽媽跟漢兒們一起來呼籲大家做公益了 藝人楊敬華日前出演華燈初上蘇媽媽角色頗有話題 這回他擔任喜漢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愛情大使 與漢兒們互動 到照顧據點也看到漢兒家庭的困難 以及老師們與社工們的努力 進去看了中心 漢兒中心裡面 然後我看到裡面漢兒在裡面都被照顧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我覺得在照顧好的之餘 一定是有一群很有愛心的老師跟志工們 在把他們當成是自己的家人在照顧 自己的孩子一樣在照顧 對 然後當然為什麼會有這個中心的出現 是因為我們可以分擔漢兒家庭 就是爸媽的一些生活 讓他們有多一些喘息的空間 對 沒錯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就好像是他們去上課一樣 然後下了課之後 在上課的過程當中也讓家裡面的家屬們可以安心的去上班 然後為了生活打拚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難得的地方 然後我也跟了老師聊天 然後老師 我記得剛剛你們在影片有看到那個老師講話聲音是很輕柔的 對對對 我在跟他對話的時候我完全已經忘記我在拍攝 因為我看到他的炙熱的眼神 那個很炙熱的眼神然後又很甜美的聲音 然後再講述的就是他對每一個進來的人就是的關愛 而且他會去想很多的課程 然後來給憨兒們就是一些照顧 然後我就問他說你心裡都不會累嗎 其實我覺得他問的比較實在一點 對 他說他一點都不累 他反而從這邊得到喜悅 哇 我就覺得頓時覺得他們真的很偉大 像我看到阿嘎跟阿嘎 阿嘎跟阿嘎的媽媽有聊天聊一下下 然後阿嘎的媽媽是有講說他其實阿嘎是不是從一出生 他就是有這樣的狀態 他是好像到了青少年大概十八十九二十的時候 他才有這樣的狀態 所以可能在那個心情上就不是一開始就知道了 所以他家屬也是有一段很長的一個適應期 所以我覺得雖然每一個人都要為了生活而去努力活下去 但是畢竟還是人 還是需要靠著旁邊的人來幫助一起共渡那個生活的難 我也想要舉手我也會率先先來等等我就來捐一下 好 謝謝景華 謝謝 真的覺得就像你講的 如果是每個月兩百三百四百 他都是一個愛心他都是有帶一點力量 重度障礙者文靈目前四十多歲 隨著年紀逐漸出現退化訊號 而照顧者爸爸也已七十歲 雙雙面臨老化處境 要如何為憨惡的未來準備 他也充滿擔心 他說有 有嗎 我女兒她不是遺傳的 她大概在一兩歲的時候是跌倒傷到她的破腦 然後以前都是我媽媽在照顧 後來兩年多前得到資訊 然後在憨惡這個基金會的幫助之下 能夠在夜間住宿的這個團家裡面 受到基金會的主管社工老師貼心的照顧 讓我們能夠牽掛減少心理的壓力 對 而且要感謝基金會 剛剛影片中有跟我們的愛心大使 謝拍片的劉立豬老師 也是我個人的老師 我們要感謝他 他教導我們家長如何去跟我們的憨惡 交流去瞭解他去信任他 而基金會這邊給我們的孩子 是愛心貼心關心教導 我們的憨惡我女兒有成長那麼一點點 我們當憨惡我們當憨惡的家長 心裡面就是無限的感動跟快樂 我們要為這一群憨惡 尋找生命的尊嚴跟生命的喜悅 那就這樣我們一直拼了27年 啊 尊嚴怎麼去拿到呢 怎麼去得到尊嚴的啊 我們想了很久 最後就是以工作來創造灘惡的價值 所以他們就能夠融入社會 得到生命的尊嚴 怎麼得到喜悅呢 我們就用我們的打擊樂團跟劇團 然後來陶冶他們的舞台治療 讓他們有信心 可以表現他們的自我 所以啊 尊嚴跟喜悅就是這樣得到了 那我們在願景上面規劃終身照顧 我們於是啊 在各地建立了 到現在有30幾處的這個庇護工廠 餐廳還有烘焙屋等等 還有70幾處的這個照護中心 社區家園 零偷日偷等等的照顧方式 所以啊 一路走來 就是這樣 馬不停蹄的 我們不斷的在開拓 為了就是憨兒的照顧 以及啊 年紀大了以後 老爸爸老媽媽 像我這樣子 我已經73歲了 我的女兒是重度的腦性麻痺 她現在自己已經不能走路 退化了 所以雙重老化就是這樣產生的 我女兒老了40幾歲 在40歲 這個就被定義說 這是心智障礙者的老化的開始 那她現在45歲 我已經73歲了 我比她更老 有一次在電梯裡 她跌倒了 我跟我太太要把她扶著站起來 已經沒有力量去扶他們 所以老爸爸老媽媽心中只有一個 一個掛念 就是我走了以後 誰來照顧這些憨兒 誰來照顧我的憨兒 所以我們有這個安心照顧 這樣的一個計畫出來 我們就是要讓憨兒啊 能夠過得快樂 那家長可以安心的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基金會在全台設立庇護工廠 透過訓練及就業幫助障礙者 自立生活 也有許多照顧中心 但近期每月捐款最多下滑三成 讓服務推動面臨挑戰 希望透過愛心大使楊錦華的號召 還有療癒畫家小黃堅的 捐款滿額紀念品 期盼更多人投入關懷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